板桥有一家生活用品店被两名国中生偷走了价值一千多元的文具和太阳眼镜 而国中生被抓到之后呢竟然还不需悔改 甚至反抢店家说要报警就报警吧 店家就真的找来警方处理给他们一个教训 两名国中女生到这家生活用品店逛街 接完帐走出店门时防盗器突然响起 其中一位女生还回头看了一眼 店员赶紧追了出去 打开他们的包包一看 发现里面有几支原子笔和两副太阳眼镜 原来是有东西没结账 他防盗门声响了所以马医就追了出去 后来带回来盘查之后才发现 他有部分商品并没有结账 也没办法出示发票 所以我们就带到办公室来处理 未成年的国中生偷窃被抓到后 店家本来想放他们一马 通知家长就好 但国中生反抢 去报警没关系 店家只好报警抓人 那因为我们有请他们联络家长 可是因为他们害怕会被家长处罚 所以一直不愿意给我们电话联络家长 所以就只好通知警察来处理 其实店家每个月都会发生 好几起学生偷窃的案例 只是这回被抓到的国中生 态度相当恶劣 才会报警抓人 店家提醒年轻朋友 千万不要阴小失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